快樂 沒空還是要看 沒空怎麼看呢 就是這樣 不要品嘗觀眾朋友 我們已經是我們這個 談話性節目裡面的第一名了 對不對 但是好還要更好 對不對 現在這個節目 做的已經是越來越競爭 但是我們秉持著一個 優良的節目的角度 我們不談新三色 這是沒有人要看 什麼 我才在想憲哥的節目 什麼時候沒有談新三色 這個好像我這個 我會找你來的原因就是 你形象比較好 互相帶我一把 搞不好我突然用這個節目 然後突然間得了金鐘獎的話 我可能會哭三年 我會這樣 是不是啦 我們收視率有那麼好的 很厲害的這個 不過多加油 為大家服務就是我們的福氣 當然 今天邀請到三位 最有福氣的朋友來到我們現在 他們可以稱讚我們演藝圈的 福六十元禮佛 對 誰都要知道嗎 因為剛剛台灣真是豐衣足食 相當不得了 人家說 大口不禮胎 人呆看面就知道 吃得大口胎實在不應該 就是我要介紹這三位朋友 好順喔 真順這樣就對了 重量級美女 林梅秀 中心領副舞師妹 你好 不好意思… 展偉這個算是最近 聽說有新的節目是吧 對 厲害了 霹靂交蛤 是 霹靂交蛤 霹靂交蛤… 我還是霹靂交蛤 霹靂交蛤 人家就交蛤 你們交蛤 因為含油量比較高 這個是談話性節目嗎 可是其實有加很多舞蹈表演演戲 全部進去 這個辛苦 對啊 你看隔壁友台不是個俱樂部嗎 對啊 對 他們也是三個女生嘛 對 你們企圖是要幹掉國光 沒有… 因為我們的那個 我們最強項就是舞蹈 對 我們舞蹈取勝 是… 結果你們的福利就是要親吻男藝人 沒有 那是這樣子 那憲哥 憲哥 因為我想人家既然來者是客 那你就 對… 親一下好不好 親一下… 親一下… 沒有… 太后請刺死 不要這樣子嗎 沒關係啦 我們因為太熟了 這樣親一下反而怪了 沒有…我們沒有很熟啊 我跟妳不熟 真的嗎 親一下… 親一下… 不…這樣 這樣 推代表好了 朱小胖 她 為什麼太… 台語選擇的餘地啊 這樣就妳了 歡迎… 我們不是剛剛會講好 她是屬於年長者嗎 對啊 年長者是屬於… 妳剛剛不是站起來嗎 我為什麼會選中心靈你知道嗎 為什麼 她跟我的助理長得最像 比較… 誰… 誰 我們的尺寸是一模一樣的 講到這樣三個尺寸都一樣啊 不… 憲哥就這樣 你對我有意思很久 真的 真的 一定這樣 親一下… 親一下 品嘗憲哥蠢的柔軟度 好心喔 快點啦 年長的是妳的菜 對啊 年長是妳的菜 對啊 對 來… 折吻… 來… 哥哥跟妹妹這樣 我親她可以啦… 我親她啦 嘴對嘴… 真的 我們節目是玩嘴對嘴的 來… 真的嗎 你們剛剛是有人牽妳進來 堪迪哥要了配種 親一下很過分還嘴對嘴 來…妹妹親 真的喔 扭妳 不用放麥克風啦 妳要表演樓道 哭到… 哭到… 妳們在摔樓嗎 而且我有問題 為什麼Keyboard老師的音樂有豬聲 好像在摔樓 妳們在摔樓嗎 妳們在摔樓嗎 而且我有問題 為什麼Keyboard老師的音樂有豬聲 妳要吵著好像在摔樓 憲靈呢 憲哥嘴唇感覺怎麼樣 沒有 就感覺她 親到更多女人的嘴的感覺 就藉由她 感覺親到很多女人 有沒有 恭喜… 這個好不容易 以前也這個 我覺得 憲靈好像有得過 旅遊節目的最佳主持人獎 兒童節目 兒童節目 兒童節目主持人獎 金鐘獎啊 對 主持人獎 對啊 那妳會不會覺得評審不公平 不會 妳爸這樣想要入圍就很困難 這樣繞繞就得了個獎 沒有 因為兒童節目 其實最主要很注重形象 在兒童節目以後 就不可以像玩這樣的遊戲 對 我覺得三位的存在 是一大的這個 算是很大的一種 對社會一種交代妳 什麼意思 你會讓人家覺得 看到你們就覺得好開心 三位的出道簡單來敘述一下 美秀應該知道嘛 妳知道她以前是那個… 辛梅的 哭倒長城 對… 妳這個時候 哭了 以前就哭倒長城 他們的金江夢江女 對 我以前是辛梅姐的舞蹈員 對 真的 所以她後來身材 有這麼大的一個發展 我們也是嚇了一跳 對 後來因為我去演舞台去了 就比較不忌口 就一直吃一吃 而且我覺得吃很快樂啊 為什麼要減肥 所以妳在這個行業 妳根本是沒有離開過 也算吧 根本有差不多十來年 對 差不多十來年 因為我有去演舞台劇 所以都沒有在這個圈子裡面 演舞台劇 我還沒有聽說一個 可以養家活口的 不能啊 真的不能 真的不能 然後就是有一些老師 就跟我們講 什麼是為藝術啦 然後表演怎麼樣 後來搞一搞一場兩千 很辛苦 真的 對啊 妳覺得台灣的舞台劇的空間 能存活嗎 我覺得去舞台劇是應該去學習吧 學習啊 對 真的… 像我們現在 如果有空去學舞台劇的話 就等於去上學的意思 我懂了 就舞台劇等於是洗頭的小妹 對 等於是洗頭的小妹 一個月可能五千塊薪水 底薪 然後給妳吃住 妳賺不了錢的 對 賺不了錢 將來當設計師這樣 對 後來妳有當設計師嗎 有 她得獎 她得亞太跟金馬 金馬 對 就出來拍電影啊 或是電視劇這樣子 妳有得亞太 對啊 她可是亞太以後呢 今後啊 那妳會不會懷疑評審不公平 什麼 我怎麼好像看妳得獎我很痛苦 很不爽耶 剛剛開始有點懷疑啊 真的… 得獎對妳來講 有沒有造成一種阻礙 主愛是沒有 但是福利變滿多的 就是因為認識的人會比較多 因為她每天有沒有 新聞跑馬燈都會一直跑 林美秀小姐 對… 三言七班林美秀 對啊 所以很感謝很多製作單位 就是能夠邀請我上節目 或者是很多 就戲裡面的戲約這樣子 妳們就非常的潛衝你知道嗎 還有我們都不敢開你們玩笑 不會… 我都等於是把你們 當作開玩笑的對象什麼 看到你們就唱什麼那個 油膩膩 你長的油膩膩 但重點是 你其實想包我們還是在扁我們 你還是唱出來了 對…沒有… 我說我們這樣就不應該 然後這個油膩膩一唱之後 後來竟然有廠商看中這個商機 真的 馬上出了什麼油切茶 只要一天喝四瓶 太多的油膩都去掉這樣 對不對 後來才拍那個 新美的舞蹈員 然後後來就跳舞 然後舞台劇 拍廣告 廣告就很多嘛 對 非常多 就有那個 哭出兩條布拉魚 這小姐 然後那個也是嘛 哭到萬里長城嘛 對 先萬里長城 廣告很棒對不對 好可愛喔 謝謝大家啦 不要客氣啦 謝謝 今天才知道妳是亞太影后耶 是啊 對啊 還不跪下 亞太 對 亞太金鐘 有沒有 對 所以你看一路順暢 到現在開始拿主持棒 對 後來還有演戲啊 對 有台的戲 對 演演有台的戲 很多什麼大愛的啊 我剛出來演的是演大愛的 所以就很感恩 你生日又很像師姐耶 對 對 你看那個旗袍穿的就是要跟你說 真的 對 黑米豆腐 就很想捐錢給他 來…黑米豆腐是他 你是黑米豆腐 吃醬… 黑米豆腐 中心臨講 你怎麼出道 你不可能是走在路上 人家說你可以出片嗎 心探發現 其實我是因為學校學舞台劇 路上有人攔下妳過嗎 從來沒有 有啦 有說 然後就拿單子給我說 小姐妳可以試試看 我們這個減肥方法 然後剛才 沒有 塑膠面頭穿得很多人在那裡 貼一個貼紙再掛一個牌子 減肥請找我之類的 真的… 可是其實我是學舞台劇 然後 科班的 對…然後畢業的時候 我有當過三個月執行製作 然後之後就回去演舞台劇 然後就一直演演 演到最後就是 剛好因為我們同公司 就什麼趙志強 郎主 范瑞君 都是演舞台劇 對… 然後經紀人就來看戲 看戲之後就問我要不要簽約 然後就簽約了 妳也算滿一路順暢的 還不錯 妳每天心情都那麼好嗎 也沒有 回家常常偷哭 對啊 不可能 妳這個證實的心寬體胖 要偷哭啊 妳有偷哭過 妳為什麼偷哭呢 沒有 就有時候壓力大 或什麼什麼的話 自己會 或自己敢那個 譬如說表現不好 自己就會通過 妳們三位 妳都放心 我們前面剛剛訪問過沙亞 沙亞 對 她幾乎已經快得憂鬱症了 真的喔 自閉自己一個人 然後也不敢跟人家交談什麼 我已經勸過她 OK了 但你勸應該不太有說服力吧 對啊 有說服力 就你看憲哥我過得多好 喂 我們是棒球棒 我們是西瓜刀 西瓜刀 但我跟你講 你們三位可以放心 有兩種人不會得到憂鬱症 哪兩種人 第一種 胖子 種豬騎士 可是真的會有耶 憲哥 我以前在作秀的時候很胖 我真的被罵成豬耶 是嗎 真的…我告訴你 我一個禮拜大概有瘦五六公斤 快十公斤 一個禮拜 真的喔 真的 我就這樣報瘦耶 那妳應該跟他們講 好 我告訴妳 敢說我胖 等到一明節的時候 妳都知道我的重要 胖神豬 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 第二種就是皮膚有黑的人 妳有看過黑人得憂鬱症嗎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心情好啊 Hey yo man What's up man Yeah man 真的啦 我們其實做節目的時候就覺得 自己有時候講的人 笑話人家一定很尷尬嘛 接近陽光的啦 是喔 曬太陽的人 但就知道憲哥也是這樣主持 我們就覺得心還不錯 心情好冷 原來節目有人搶是沒有關係的 不是 你們三位是怎麼樣 我沒有得金鐘獎來給我的 沒有啦 不過說真的有調查報告說 胖子比較不容易得憂鬱症 對 對 可是真的耶 就是如果你愛吃美食 其實你會不捨得離開這個世界 是真的 而且會有性感感 是真的 對不對 怎麼恐怖啊 後來妳就一路順暢就到藝能界了 對 就這樣子 就進行演藝圈 師妹呢… 我 我… 我就是 戲劇嘛 是不是 迷迷糊糊 我醒過來就在藝人前 對啊 醒過來他們就坐好 拍戲啦 然後又睡了一下午覺醒過來 來 主持啦 沒有啦 妳人生有一半是在睡夢中完整 沒有啦 我是 我就剛開始然後就做幕後 我剛開始也是做幕後 做節目的企劃執行 然後後來就做宣傳 對 然後就帶藝人 妳們宣傳啊 帶過誰… 三片吐司 現在是陶寧 你知道是哪三片嗎 還能帶到比妳自己不紅 不知道 哪三片你們知道嗎 我知道啊 哪三片 阿里克斯啊 對 江偉文 加古啊 江偉文 還有一個咧 還有一個 江灌豪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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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可以告訴你 他們三個先開慶功宴嘛 沒出過唱片 然後開慶功宴嘛 後來結尾是唱片也真的就沒出來 對 有啦 有開慶功宴嘛 有發EP啦 EP是不是 對 有發EP 因為那時候很甘苦 其實我們是想要像日本那樣子 像黑色餅乾 口袋餅乾他們類似那樣子 對… 那樣的一個比較日系的作法 太好笑了 不錯… 三個人現在合作的感覺怎麼樣 感覺 感覺實在還不錯 以你們三個人的口條我是認同的 我想應該很開心吧 很可愛 對… 我們就一直笑一直笑啊 很High嘛 對 很High 真的很High 最主要是因為有來賓 他願意跟我們一起配合一起玩 然後讓我們親 而且重點是林美秀 主持這個節目之後 每天大家風光滿面這樣 滿念春風 不是 妳不能每一段都靠親男人 沒有…我們是真的 我們有那個考題 我們演戲 對… 演戲大考驗 對 聽起來這個節目 還算是沒有什麼創意 心帶好玩 然後親男藝人就這樣 沒有…我們裡面有劇情的 不聽什麼 對 到時候要好好看一下 好 你們合作有沒有什麼趣聞 好玩的事啊 三個人會不會搶男生 對… 可是我們每個人菜都分得很清楚 對 都分得很清楚 你們三位都單身嘛 對 將來也是嘛 希望是 真的這樣子講 沒有…我跟你講 你們以前就是說沒有男朋友 的日子可能過得苦了一點 你們在未來好不好 你就會慢慢習慣 等一下我們會聊到他們的愛情觀 聽起來我告訴你 好傷心喔 他們的…愛情觀可以說 生名塗炭 而且前面最好聊長一點 不然聊到愛情觀 只有一分鐘就聊完了 畢露藍鱘 感覺在放滿圖釘的地上 坐浮樸前進 真的嗎 這種派人 一步一腳印這樣 好 來 我們先來跟他們考一下 好 你要當主持人總是要有一點智商 好 對 我們來考一下 IQ大考驗 答案的你們就回答好不好 好 1的16次方是多少 1 1啊 有人講白癡 不是 他們會講白癡嗎 白豬 不是1嗎 1啊 1 恭喜答對 那我萬機賺金 好 麥當勞的芭樂一顆多少錢 99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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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為什麼會99 88 88 妳是不是還… 妳還是會在想著299吃到飽 99 總給我一個99 99 好 下一個 請問神探兩個伴的導演是誰 大名鼎鼎的 厲害了 吳中 謝謝 我還不太敢講 賣不好… 對啊 因為這不喜歡 比較不一樣 沒錯啊 我那時候上早的時候我也不知道 我告訴你 對 是啊 現在還一天到晚在電影台的時候 對 還一天到晚在電影台的時候 轉過去會進去 誰要進去 誰要進去 我現在才知道什麼叫做三姑六婆 你看三位特別注意 神探兩個伴 這個講的話數據 數字會說話 如果講了一個錯的 人家有台馬上打來抗議 對 電影台開台以來收視最高的 包括什麼 成龍的什麼 警察故事 周欣欣的什麼… 開台以來收視最高的 電影就是神探兩個伴 以為Polly… 對 以為其他人都會蓋討 你們不會再說兩句而已 你們三個來一個人說十兩句 我想問的是電影的票房 票房也賣一千多萬啊 真的喔 真的耶 你好像那麼多人喔 有跟三個 你這麼厲害 我跟你說 沒關係 只三個有備而來 而且有三隻 有三個虎背熊腰的 你們三個可以考慮打美式橄欖球 你聽我說 真的那個收視率 單點播出的時候3.5多 怎麼會這樣啊 這個不能亂講 後來他們就很奇怪 怎麼可能這樣一個人店 怎麼可能 但現在回頭拿來看 神探兩個伴 還真好笑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喔 你們這個懷疑很傷人 真的很好看 沒有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看 真的很好看 因為每次轉過去都馬上轉走 我們看片段一定不能夠了解 對…一定要從我看到 下次要看 所以人家現在又找我當導演 我正在考慮就是找你們來拍這個戲 謝謝 好累 謝謝… 我真的覺得 有3.5的收視率太厲害了 導演的功力一定非常的強 而且我們都可以這樣做 沒錯… 吻戲我都OK 憲哥 我不可以問藝術的戲 真的OK 請坐… 但聽說你這個名字應該滿特別的吧 很棒啊 很棒 叫什麼 人狗情未了 我聽本來原來講神經良的 我都不用這樣子 真的才有機會找你們好不好 好 什麼 找他們三個拍戲 我還沒那麼糊塗 好 下一道 2002年 美國星球摩登舞大賽冠軍是誰 摩登舞冠軍 這很有名嗎 星球摩登舞很有名 是嗎 很有名 2002年 你不知道 很大的比賽 是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劉甄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很有名嗎 我都不知道 沒有… 因為憲哥沒有提示啊 對啊 因為他沒有提示 對啊 你要提示 我們在等你的提示 你可以說劉BT啊 好… 2002年 美國星球摩登舞大賽冠軍是誰 1 劉甄 2 咬娘 3 什麼 3 車陣女主角 4 以照皆是 對 別別說了 你好會喔 他們滿聰明的 幾乎全部都答對 他們時事或什麼都知道耶 因為你的提示太爛了 真的 這個一直用來一句話 三個臭皮醬 剩過一個豬打劍 肥胖不是病 病起來要人命 聽不懂 你們會不會忌諱人家一直開你們 說胖啊 肉啊幹嘛這些 油啊什麼 中國最後一道油田 太噁了 手沒有聽過 聽過 什麼中油代表啊什麼 不會 以前會 現在不會了 真的嗎 對啊 現在你說我胖 我都反而還OK啊 笑笑的 對…反正人 找一點認知 認命啊… 是… 對 胖子得不到真愛嗎 真的嗎 我是覺得不會耶 妳覺得會嗎 我覺得不會 這一段是要做比較卑還是比較喜 無醜 不是 我想跟大家介紹 如果比較卑的話 要問兩位姊姊 如果比較喜的話要問我 是的 這一段我們做的是屬於叫 韓淚跳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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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推拍二姐 是… 什麼韓淚跳恰 思美有開心 我其實 我感情路上 她差不多男朋友 一直都滿順利 她跟憲哥有的痛 我告訴你 沒有…我不搞劈腿的 誰搞劈腿啊 憲哥搞劈腿嗎 你們兩個可以去搞一個相聲了 說著說著這樣 憲哥很厲害他 你摺偶條件 妳的摺偶 摺偶條件 其實我第一個我不喜歡胖子 我們希望合肥 對啊 安徽審慧 對 就是我沒有辦法 也不是說排斥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太胖的男生沒有辦法吸引我 對… 其實男生只要有才華 誠懇 就才華很重要 然後感覺對了就OK了 妳呢 就難得啊 活的啊 難得活的 腰力還不錯就好 難得活的腰力還不錯 真的 天啊 妳這個 對啦 可是我覺得最主要 就對啦 最主要是人家不要挑我就好 可是你說胖子 是不是容易找到真愛 我覺得如果真的愛上我們的人 應該就是真愛了 對啊 對 我覺得胖子桃花很多了其實 是嗎 真的 我不騙妳 因為那個你知道 遠遠的給人家看起來就很舒服 是嗎 可是真愛喔 不可能 憲哥 頭上的 腿很好 真的 不然妳抱一下 真的啦 抱一下… 抱一下… 好合喔 感覺怎麼樣…憲哥 怎麼樣… 感覺有沒有 舒服嗎 感覺怎麼樣 有沒有覺得很緊密 我的胃蟲神經直接被頂中了感覺 好扎實耶 你不要這樣 真的啊 因為我們抱起來很舒服 所以有質感啊 冬天抱著你們睡應該就不會冷了 對不對 我這一身唯一的遺憾就是 還沒有交往過胖子 憲哥你真的要沒有打開那個 真的… 52公斤以上沒有 54… 但是她175公分 對啊 可是男生好奇怪 為什麼都喜歡看那種 對啊 其實真的考慮一下還不錯 可是其實我發現 男生還是喜歡瘦的 像我大學的時候 譬如說去參加聯誼對不對 然後就是那種 譬如說因為是跟那個景觀學校 所以變成說他們都會 自己譬如說辦什麼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 然後就跳慢舞的時候 因為太快我還可以亂跳對不對 慢舞的時候 真的是所有的人再怎麼醜 你平常看他你就覺得 這個你真醜 他都有人邀 然後就只有我一個人站在旁邊 這個時候再不搖的話就沒有啦 對啊 可是就只有一個人在旁邊 因為好咖都已經被 然後最後是那個DJ 就放歌放到一半 覺得我實在太可憐 然後DJ就下來邀我跳舞 妳從頭到尾沒有人邀 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很感謝那個DJ 可是我突然覺得其實很傷心 所以從此以後 我就變成康樂鼓掌 就自己帶活動 就說來…男生在一邊… 女生在一邊 然後我這樣就不會被人家選 當時那個DJ不是羅百吉吧 不是 不是 而且當年他應該是瘦一點 可是憲哥我覺得那是東方男生 比較不喜歡胖的女生 你知道我有一個國中同學 後來他上大學的時候 他去那個杜拜 杜拜 杜拜 我跟你講 三位到那邊一定是超多人 對 真的 很怪 那裡都喜歡比較肉的 對… 後來 而且我還沒講完 我同學就有一個附上要拔他 然後他就透過翻譯跟我們說 他有兩百隻駱駝 他可不可以約我同學去吃飯 兩百隻駱駝是代表很多對不對 代表他的財產 是喔 真的 對 這個可就厲害了是不是 杜拜 杜拜 杜拜…我們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阿拉伯的那個首都 我們去希臘 那個賣鍋子有貼出來 杜邦 我們去希臘也會很搶手 怎麼說 希臘好像也喜歡那種胖胖的女生 義大利也有一點點 對 其實泰國也OK 我怎麼說 泰國怎麼OK 對啊 泰國其實他們也很喜歡 我們這樣白泡泡 然後肉肉的 是嗎 這樣在那邊代表富有 我要了解一下三位 你們的這個體重 最重以及最輕的時候 你有輕過嗎 肥胖 我真的 肥胖是偶然還是乳婷 等一下 45公斤 45公斤算不算瘦 好瘦喔 你有這種時候喔 真的 國小嗎 我問妳的現在 現在六十幾 六十四還是 好瘦喔 心機重 好瘦喔 你怎麼放進來跟你 真的 我問 你在家你這幾十公斤 就得當憲哥女朋友 對啊 十四啊 我要努力嗎 45到60幾是吧 對 不需要… 不用硬成這樣 OK啦 好 妳呢… 我最瘦的時候曾經到60公斤 突然間發覺自己瘋狂的胖的時候 沒有 因為那時候就吃減肥藥 然後最後發現那個減肥藥裡頭 還有安眠藥 就那種有一個藥局 然後就抱上海燈 那個老闆被起訴 就裡頭還有減那個安眠藥 這樣吃都會High耶 對 然後隨便我們吃那種吃一顆 我最後才發現它是安眠藥 讓我們鎮定 然後那時候瘦到60公斤 短短兩個月 可是最後沒吃就負胖得比 原來更嚴重 但我最棒胖到84 就那時候在出外景 美食外景 我有時候再回去那家店 然後看那時候的照片 眼睛是這樣 太大口 對 80幾 84 最輕有曾經滿意過自己 60 60 一路走來 她們是怎麼過來 思美最重跟最輕 我最重的時候 應該是拍麻辣心事的時候 胖到79 79 妳反正就是要比80小一公斤就對了 心機太重了啦 剛剛說84 79… 然後最瘦的時候是 就是麻辣結束之後 讓我休長假久 沒有人找妳去拍那種 那種琴色的那種廣告或什麼 琴色是沒 79… 體重79 79… 然後體重真的79 79… 她真的四海喔 我沒有這樣過日子 我沒有幫她 太有趣了 不好意思 後面是這樣 劉真妳辛苦了 她們三個都想拔我 我告訴妳 不是 難怪的減肥金 你還沒有問我最瘦 誰理妳最瘦 理一下嗎… 妳那個江河育園 趕快講… 最瘦算到67喔 67耶 根本是不可能再回來的日子了 妳們現在已經對自己的體重 覺得好吧 就這樣吧 還是怎麼樣 其實我的心態真的不是這樣 是嗎 我是有一個範圍在那邊 就是我不能夠超過那個太胖 或是低於那個太輕 妳的範圍是什麼 妳怎麼不需要 妳的範圍 那妳根本就不用啊 其實啊 一定要… 我要保持我這樣的 我覺得這樣的身材最曼妙的 所以我要維持在這裡 不能讓它太胖也不能太輕 好…那妳呢 那心靈呢 我還是希望可以再瘦一點點 因為我之前去健康檢查 然後站上那個體重計 然後那小姐護士就跟我講說 你體脂肪過高喔 我心想你瞎啦 全世界都知道 中心靈是第一個被護士罵的 罵很難聽 她站上那個磅蹭 護士就罵她 不是啦 我是說那個磅蹭破表 破表 對啊 我嘴巴好痠喔 減肥的經驗 妳這個剛剛讓我笑 對啊 妳有減肥嗎 沒有 我告訴妳 妳想想妳的體重妳就笑不出來 妳這樣照相太好笑了吧 有沒有減肥經驗啦 減肥 有… 我其實不會很想瘦下來的耶 不想瘦 對 但是我有一個想法是願望吧 我想要把自己吃得很胖很胖 然後演一個戲之後 就是那種從胖到瘦 有啊…那個誰那個 對 就像那個楊衛山 有一個BJ單身 BJ單身日記也有 包括現在譬如說 那個韓國有一個金山順也是 對 我覺得那個很有挑戰 減肥的經驗嗎 有 我吃減肥藥 我是吃泰國的 好有效喔 妳們兩位怎麼都愛吃泰國 這應該很危險吧 可是那時候不知道啊 那時候沒有任何管道知道說 這個是合法的或不合法的 就吃嘛 只覺得說 這兩天怎麼可能有三公斤了 然後可是就很High 然後很暈… 然後就一直灌水 因為他有跟你講說 你一定要一直喝水 而且會很空 然後睡不著對不對 睡不著 晚上都特別High 聊天喔 一直聊 一直講話… 那還是吃到搖頭玩 沒有 那個應該是安肥吧 應該有興奮劑 對 安肥辣 那不行的 不行啊 妳來 撿杯 我曾經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很想瘦 因為很想交男朋友 然後大一的時候 我們就同班同學 他也是很瘦 他就去介紹我 也是一個百貨公司 旁邊的一個藥局 然後我吃完之後 第二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上課 譬如金仕傑老師 常常不是在我去 什麼動物園就幹嘛… 然後那一天就從爐州 然後騎摩托車到木柵動物園 客戶座才發現他是蟹藥 所以我在路上 然後真的會噴出來了 董燕 妳只是靠局部刮月機 硬是把它掐住 對啊 然後摩托車硬是這樣子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爐州 到木柵露州 而且我跟你講 一直飆人汗 這個經驗我有 國小嘛 騎腳踏車經過柏柵路還沒鋪好 幫媽媽買湯嘛 塑膠袋裡面 到最後就那種感覺 對啊 很辛苦 然後就到那邊 然後重點是老師 那時候剛開始上課 就覺得跟同學沒有很熟 然後老師 金仕傑老師不孝又很嚴肅 然後他們就進去 我就說我可不可以先去上廁所 然後就衝到那個廁所裡頭 然後褲子一脫 那個是 很強烈 我覺得這真的像 我們現在有個廣告 不是一個人打噴地 拔狗往後飛嗎 我覺得跟他這樣就這樣 然後我覺得像瀑布一樣 我就覺得要閃一下 不然會有那種噴到的感覺 然後我跟你講 真的苦在那邊 你沒有辦法站起來 你覺得快暈倒 然後汗就一直流… 然後我想到說 完了 金仕傑老師在上課 所以就趕快擦一擦… 而且擦完全是水 就是一個米色的水這樣子 然後踩踩踩 然後又去上課 然後上課老師說 你們看動物幹嘛 然後沿途就一直忍… 想說忍到5點多可以回家了吧 偏偏金仕傑老師 是一個非常認真的老師 他就說 那幽劇場就在木渣附近 我們去幽劇場上個課 我就覺得 跨了鬼 我們想賽吧 我們要去幽劇場 為什麼要去上課 我那時候真的覺得已經忍不住了 就這樣坐在那兒 老師就說 把你們今天看到 最精采的動物演出來 我根本沒有 我只看到我的大便是 米色 然後到最後 我就上去演了一個 從頭到尾不用動 只有動頭的 就是貓頭鷹 我就這樣 醒醒 老師 一下色髮 我快大出來 老師說演得真好 可是同志以後就感情到 因為真的拉得太慘了 真的是虛脫 而且全身咬都順這樣 所以後來才知道 其實健康才最重要 對 師妹有減肥嗎 我有自創一個減肥法 痔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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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慘 痔瘡減肥法 妳這個痔瘡恐怕沒有辦法 自己上藥 真的耶 手勾不到 勾得到啦 勾得到嗎 勾得到 不然擦屁股怎麼辦 沖水的啊 可以啦 沒關係 有那種長的棉花棒應該 那個擦得到 像榮祥胖胖到那種精度 她們 她說差不多十幾年沒有看到 她的親弟弟 十幾年沒看過她的親弟弟 因為有肚子頂著啊 對啊 是說我那個自創的減肥法 是這樣嗎 這是什麼 叫做是牛奶減肥法 因為我的想法是來自於就是 因為其實我真的很懶 因為我全部的經歷 比如說我放假什麼 除了出去玩之外 我就會只想要睡覺 我可以為了睡覺都不要吃飯 我的想法就是說 我好想睡… 可是又肚子餓呢 那怎麼辦 我想說小Baby 都可以靠牛奶長大嘛 我想說 我也可以只喝牛奶就好啦 然後我就是就只喝牛奶 然後如果真的想吃東西的話 就吃點水煮蛋什麼的 就這樣減肥 然後多久 有減… 我這樣子的狀況 但是我還是有吃點 就是偶爾朋友聚餐什麼 還是會吃東西 但自己克制加上運動 就半年瘦了13公斤 好有毅力喔 半年13公斤 可是這樣子妳再繼續吃的話 胖得很快 會不會腹胖很嚴重 其實我覺得是不會說 一直腹胖很嚴重 我是Hacker 她們還可以自己訪問自己呢 你自己腹胖很嚴重 其實她不太會有腹胖的問題 她們現在想說 我跟劉正怎麼互看而已 對啊 我們兩個怎麼閒下來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小心一點 就是腹胖的問題 對 我覺得腹胖問題其實真的很 學國標 對 在一路上裡面 特別要考慮 對… 對…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小心 對… 出嘴 她導播已經快瘋了 開兩個現場 開了三號機 直接對準白沙灣 問到哪裡 不是 讓她問一下感情好了 感情 男追女是隔成山 女追男是隔成沙 有沒有看到 有些時候連沙都沒有隔 所以你看 遇到喜歡的男生 妳會主動出擊嗎 三位 看是不是我喜歡的型 如果是的話我會 對… 但我不會覺得那種年紀輕安或什麼 是有比較不會 照追 照追 照追是不是 所以每次女生 如果遇到比妳小的男生 一樣照追囉 對啊 那就是一束梨花壓海棠 什麼 我的男生臉叫老牛啃嫩草 還是跟他補下去 沒有命 沒有命 對啦 妳會主動出擊 會… 我不會主動出擊 不會啊 暗示 沒有 我曾經很喜歡過一個男生 那時候真的有點 真的那個很想交男朋友 然後很喜歡那個人 然後那個人又結合我的偶像 就真點廣之加無念珍 我就很喜歡那個 等一下… 等一下… 真點廣之加無念珍 這個認證會不會太大 害我們完全沒有畫面 因為很難加進去 沒有 其實很MAN 就那種很MAN的男生 然後黑黑的這樣 然後感覺就是很有才華 哪一部分 全身 全身 對不起 我以為 妳特殊要描述哪一部分的器官 然後那時候就很喜歡那個人 然後譬如說 我就不敢跟他要電話或幹嘛… 然後瑞君 因為同班同學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演舞台群 他就說我幫妳要 結果他叫我們要到他的電話 就打…打給他 而且要你的手機打 這樣才會把你手機的號碼 留在對方的號碼裡頭 那時候我唯一一次出擊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去打撞球 然後就覺得打電話給他好了 就跑去樓上打電話給他 我說喂 你在幹嘛 他說妳是誰 我說我中心靈 假裝瀟灑是不是 對 假裝瀟灑 我說妳在幹嘛 他說我在睡覺 我說那不吵妳 他說再見 就這樣嗎 所以他也就沒有再打電話 就再見了 對 那我就覺得好險我什麼都沒講 心靈雖像你遇到喜歡的男生 很傷耶 對 而且你都要故意裝得很Man 對不對 就明明你不是這樣 是啊 就像譬如說 有些人講說 你的眼睛好漂亮 我說還有小兔仔子 想跟姐姐借錢吧 你怎麼會這樣防人之心 不可無的這種感覺 沒有 這個是一種沒有安全感 我們都會 所以妳唯一一次主動出擊 就是被打槍 對 還好妳什麼都沒說 對 我就不追男生 因為我覺得很容易受傷 而且會覺得像我們這種人 如果像劉甄老師那種人 可能跟男生說我很喜歡你 男生會很高興 不需要 我告訴妳 他只要用那種身肢體 然後刮到一下 車子刮到一下 就假裝說這手這樣刮到 他就說板筋出了問題 妳要負責 妳還一個男人受的 對啊 如果像我們這種 沒有人會理我們 妳偶一次我看妳有沒有那個味道 預備 妳身體不舒服 看醫生喔 我就知道 唯一一次主動出擊就被打槍 這個很糟 我就不追男生 詩梅就不是我在講 她心態健康 而且聽說詩梅其實很厲害 她很厲害 對 真的 我來這裡是來跟她學習的 真的 她太厲害了 因為我可能我有怪癖 就我基本上 我男朋友都是自己追的 我不太被人家追 就不太習慣… 我太習慣 怎麼樣 就是其實女追男 她其實不是說真的說 要就是死纏爛打 或者說把話表那麼明 其實我通常我是這樣 我就是鎖定一個對象 這個不錯 有 然後我就會開始比如說製造機會 就多在她面前 可能會小小表現一下 但主要就是讓她對我加深印象 這加深印象當中呢 我們就會用一點小技巧 就比如說玩玩小遊戲啊 這之類的 然後就是在遊戲當中 比如說下賭注就 好 那不然妳輸的話 那妳請我吃飯 或是看電影之類的 其實大概男生就 男人這麼笨這麼好騙啊 沒有 就是 這是要在遊戲當中 慢慢去感受 就是 講到說輸了請妳吃飯或什麼 我馬上浮現一個畫面是什麼 妳看 什麼 12個漢堡 好 留著我到教室之靈活大考驗 好 就這樣講 剛剛的好簡單 5367 好 等一下喔 好 然後先喊第二個動作 當然不可能就這麼簡單 看完這一段 我只有一句話跟她講 你們三個的靴子不好買的 第四話一個 馬上浮現一個畫面是什麼妳看 什麼 12個漢堡 海陸大餐 也沒那麼嚴重 因為她可以故意輸 然後就她要請人家吃飯 妳有追人家失敗過嗎 被打槍 有 但是其實不是被打槍喔 其實是 那是比較 比較詭異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因為我 比如說一個A君好了 我曾經跟A君在一起 然後A君去當兵了 然後後來有一個B君 B君跟A君進到了同一個公司 他們認識了之後 然後B君就知道了說 原來我以前跟A君在一起過 所以我跟B君之間的感情 就變成是 她就覺得說 有一種朋友氣不可欺的感覺 但見鬼了 我們早800年就分手了 可是我就覺得很難受 明明感覺兩個人好像有什麼 可是為什麼會問這種事情就 對 所以呢 所以 對 了解… 妳喜不喜歡羅大佑 羅大佑 不是很喜不喜歡 不是很喜歡 不是 這個節目怎麼這麼詭異 羅大佑 這節目好像是 我知道以前我們有一個工作人員 長得有點像羅大佑 滿帥的 我覺得滿有才氣 我知道妳滿喜歡 不是 我一定要跟她講這個狀況 坐著講 妳不要激動 不是 不是我追她好不好 是我們有一個燈光師 是她的師父 然後她一直覺得說 她剛跟女朋友分手 然後我人也不錯 然後我也剛跟男朋友分手 我人也不錯 所以她想錯合我們兩個 對 了解… 那個有成功嗎 那個 有成功嗎 好像沒有吧 好像沒有 這什麼意思 好像沒有吧 FD啊 真的 FD很帥耶 是嗎 而且剛剛錄影前 她一家FD坐在旁邊 然後因為她手很冷 她就把手放到她的屁股裡頭 真的 我放在腰了 她腰 不錯啊… 新女性就是要這樣 愛就是說出來 對 妳不說出來人家永遠不知道 沒錯 好不好 告白… 告白… 好…來…師妹 有這個機會 現在嗎 對… 可是我現在都還沒有感覺啦 這麼快沒感覺啊 不是 我們已經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真的嗎 對啊 好啦 來這邊坐啦 來 不要 沒有啦…這樣那裡就好了 不要推人家出來 OK 這個心情我們能了解 我們會補鏡頭 妳這跟妳講我嗎 對… 妳以前喜歡過她 以前 曾經啦 就是因為大家起哄啊 什麼的 妳好幸福喔 就…有對她的感覺可以講 對啊 講一講 是她 她 因為我覺得她身世很坎坷 她是那921的受災戶對不對 關這什麼事啊 不是 我真的 我對她印象最深刻呢 是因為她跟我講過說 因為她好像大地震還是什麼 她們家整個就是隔壁的那個水塔 刺穿牆壁 然後刺到她大腿裡 她在睡覺 然後刺到她大腿裡 所以我覺得她經過這麼大的劫難 我覺得 然後她能夠生還下來我覺得 苦肉祭 妳身邊這個男生滿特別的 對 這一段叫告白嗎 覺得她一打人921吃到肉 可是我覺得這樣經歷真的很特別 因為幾乎不太可能有人遇到這樣 所以像是很多奇蹟 常常會把刀插在嘴巴裡 或什麼的 妳就會很愛那一種 她如果是自虐的話 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我擔心我的油會被她抽掉 了解… 好 那美秀的部分 美秀 妳談過六次戀愛 對 最傷妳的就是上一次 上一次 上一次 對 怎麼說…我想聽妳的 那個…其實她就是 這個恐怖了這個 比較刷狠嘛 就是以為是開玩笑 沒有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我以為 因為那時候我們住在一起 結果我回家說她帶別的女生 對啊 然後就被我看到 我也沒發脾氣耶 我就看了一下她很鎮定 妳看到什麼… 搞不好人家是來一家談事情 或幹嘛 沒有 可能她們已經談完了吧 對 已經談完了 然後就 對…然後就 兩個都已經睡著了 然後抱在一起 那時候我們都沒有講到要分 全裸入侵 我那時候先 她那時候很忙… 真的 妳講真心話 妳有沒有考慮過 要離開演藝術 有 有啊 要 妳看話未問完 她答案馬上說有了 有了 而且妳看 有啊 觀眾的時候 會希望 看到我 我吃過的苦合冰還多 我演了十五年以後才紅 十五年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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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